意大利南部佩斯卡拉海岸 星期日被农烟笼罩 天空和沙滩连成一片 民众慌忙走避 农烟是在600多米外的自然保护区飘离 占地53公頃的園區發生大火 在炎烈的強風作弦下 向多個方向蔓延 有學校被焚毀 兩架直升機 五隊消防隊出動撲救 地方政府要求羅馬協助 消防隊在高空拍攝 幾乎見不到地面 当局疏散800多人 包括多家民房、沙滩度假區和修道院 多人嘗試阻止火勢靠近家園而受傷 受到農煙波及 当地火車服務一度延遍超過6小時 修法庭關閉、交通制塞 意大利全國在剛剛周末 發生超過800場山火 細細里的山火已經燒了三天 救援隊伍在高空穿插 同樣什麼都看不到 鄰近多個城鎮加入救災 但無阻火勢蔓延到民居 歐洲東南部多處近日遭受當地幾十年來最嚴重的熱浪侵襲 氣溫突破涉事40度 氣候變化加劇山火破壞力 土耳其今年已經有9萬5千公頃土地被焚毀 面積是過去幾年平均的7倍 歐盟調派飛機協助土耳其 希臘南部就受到山火影響 大批居民停水停電 有線電視仔 吳景儀報導